可以把我们分析的结果就可以可以把这个 储存格里面的东西复制到这边来 OK然后再把这两列删掉的话 那底下做的方式都一样 所以其实你可以什么 可以先做第一个动作 如果假设了我希望可以把什么 把 所以其实理论上应该是for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因为他每三个为一个单位 有没有三个 三个 三个 所以其实你这边的话不需要 一个一个跑 而是你 从2开始 然后step step3就可以了 也就是三列为一个单位 三列为一个单位 让他往下跳 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他这个I的值 的下一个把它复制到上一个去 复制完之后的话呢 再变更他的 什么呢 再变更他的 格式 因为我刚刚不是按右键 除了个格式 那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个格式 这个格式 实际上你按制定这边会显示出来 他 的 背后的那个格式 语言就是 4个Y 斜线 M斜线 D OK那就把格式放进来 到这里 基本上就OK 所以其实就是什么 第一个呢 我们当然不是图把链钢了 我们就是第一个 把这个资料Ctrl C 其实就复制过去 复制到 所以你要怎么样可以把资料复制过来 第1个 第2个的话 如何把这个格式 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 制定里面 把它改成 YYYY 然后斜线 M 斜线D 然后呢 按确 就是让他可以格式 再来把这两列给删掉 不过你可以拆成两个部分 第1个我们先解决如何把 这边的资料复制到这边 那我想到的方式大概是这样 这个这个程式稍微有点小复杂 有点 难度 有点小 小有难度 所以我把这个程式码 一样是放在云端上面 各位可以参考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实际上就是放在第6页的地方 我刚刚写的这个是 我改个名字 删除日系列 名称的话 刚刚叫删除列 我们比较严谨一点也许把它改成叫删除日系列 那这个就是日系列就被我删掉了 刚刚有同学提到就是你可以反向 这个反向OK啦 只是这一题我刚刚提过 没有反向也不影响 那如果你要反向的话就是把什么 把range 最下面一列到第2列 把它颠倒过来 放 那如果你颠倒过来放的话 因为要反过来跑 所以你记得后面一定要加一个step 空一个-1 那意思是说 最下面那个 然后再往下 下一个的话 等于-1的方向去跑 预设是往下 预设是1啦 OK 那这样的话当然会 比较没问题啦 不过跑起来应该结果也是会 一样的 OK 那第2个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格式给复制 就像我刚刚做的动作 那我们也许可以增加一个复制 日期的一个sub 所以第2个功能我希望可以帮我把 我这个 资料先放上 复制过来 那我刚刚有提到 这个地方的话第1个啦 当然我们可以 for i 等于第2列 到 这个最下面一列 那其实 理论上应该不需要 每一个每一个 所以其实这边应该可以 可以加一个step 然后step3就可以了 也就是第2个 然后再加3之后就下一个 那 所以底下这个地方如果我假设 要两个方法 一个是加step 一个是加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可能要 求余数 相对会 比较 复杂一些些 所以我换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样用step 可能会比较好理解 如果我假设用step的话 那我就是针对什么 针对2 5 8 11 我要的这个储存格 做什么呢 我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我要把 他底下的这一列的资料 复制到他上面这一列 所以呢 写的方式就是 我原来的储存格是 Sales ID的A栏 然后 后面等于是来源 就是把后面 这个东西 复制到前面一个 他的写法 基本上就是什么 就是 中间加个等号 后面的资料 复制到前面去 就这样写 所以后面就加1 加1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的下面这一列 把下面这一列 的A栏的资料 帮我复制到他 现在的这个位置 OK 复制过来了 OK 那第2个动作就是 把他的那个 格式 格式改动的方式很简单 这个可能要记一个属性 叫做Lamber Format is local 等于什么呢 等于就是 制定里面的 这个东西 把它放到这里 那就OK了 所以 这个程式里段写好 这样好像写 反而比刚刚那个用mode更简单 所以我在云端上面的这一段程式 我看干脆改这样 可能会更简单一些些 OK OK 然后呢 我们来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我把这个颜色稍微调一下 然后呢 试试看 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我把它Ctrl Z一下 好 所以呢 为了验证嘛 那我们就是直接 跟刚刚一样 所以以后如果你写完成式啦 然后 然后尽量用直觉的 如果可以直觉写 直觉可以把你要的东西写出来 然后run的话 当然除错也很重要 除错如果你没把握 我建议按F8 然后F8的话 i 你可以先把游标放i i现在等于2 2的话等于是这一列 然后呢 把它下面的资料复制上去 所以这一行按F8看一下结果 诶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呢 他得到的是这样的 诶那为什么 实际上因为复制只有复制值 也就是说啦 他里面并不会带任何格式 所以你看到这样应该是正常 为什么 因为他里面 这个是一个年月日 基本上按滑鼠右键 如果假设我把它的格式拿掉 通用格式 他会得到也是这个 那这个指的是什么 这个指的是这一天 跟1900年的1月1号相差几天的意思 那就相差44894天 所以复制过来没关系 第2个才是重点 第2个是说把复制过来的东西 格式化成标准的日期 所以 把它格式化一下 看看结果不OK 没错 所以你会发现 上面看到的结果应该是对的 这个OK了 OK之后的话 按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因为step跳 要三个 所以i等于5 5就这一个 所以下一个的话 一样call过来 格式化 也没错 所以理论上应该全部都跑完 应该OK了 那跑完之后的话 剩下来就是什么 我需要把这些储存格 通通给删掉 那当然怎么样删 比较简单 其实 方法很多 那我想到的方 我可能直觉想到说 他这个地方 如果删除列的话呢 那我们其实可以怎么 就是 一个一个的三 一个个三 一个个三的话 我原来想到的方式 删除列也是一样 需要倒过来删 可是效率还是太差 所以理论上 最快的方式 还是排序之后再删 所谓的排序之后再删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判断也可以 如果判断说 主要是找出他有没有一些 特征 那个特征基本上不会错 比如说我想删的这个列 他跟不删的有什么差别 看起来好像就是 如果你要删除的列 他的必然好像都是空的 好像都是符合这个规则 或者是C栏也是空的 底下这个 那假如说我们 抓储存格里面资料 如果那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就把它删掉 这样也是OK的 那只是说啦 可能 除了可以之外 还要再想到效率问题 这个另外来看 另外的话就是反向删除 所以我们Ctrl向下 假设我要删除的话 那我可以把它改成反向 反向的话 如果我要删除 这个给的一个名称 我看这个 删除列 这个叫删除列 因为刚刚是删除日期列 所以我把这个拿来 甚至可以拿这个来改看看 Ctrl C 然后把它 Ctrl V贴到底下 那我把它改成删除列 也就是说呢 我复制过去之后 那其他的都不要了 那我就 也是一样范围 就是 从那个最下面列 到第2列 Step-1 一个一个往上 然后判断的话就是说呢 如果他的Sales I列的B欄 假设 等于空的 那空的就是日期两个字删掉 这样是空的 如果他里面的资料是空的 符合这个条件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 那就帮我把那一列给删掉 OK 这样应该理论上行得通吧 只是说 后面应该会有个问题 会跑很久 为什么他一个一个判断 一个一个三 一个三 一个三 这样可能会跑很久 不过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应该是行得通 但是我建议各位 只要牵涉到删除这个动作 因为VBA将来你删掉之后 没办法复原 没办法Ctrl Z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 把原来工作宝1 拖拉加Ctrl键 复制一个之后再来 再来run 我们来试一下 按F8好了 OK 然后再来 应该 I 是 应该是最下面一列是 6100 是不是空4 把它删掉 这一列就不见了 再来的话 6099 有没有要放I上 对没错 删除 OK 然后再来的话应该是 6097 所以你会看到6098 有资料 所以他跳过了 然后6097删掉 删掉他就 地补上去了 所以底下都一样 我们把它执行看看 应该理论上这样应该OK 但是因为 中间的那个空白列 其实实在 太多了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是这样 循序循序 这样删的话 他可能要跑蛮久的 那这个的话会严重 影响到那个效率的执行 所以 虽然可以这样写 这样写 其实基本上程式 也跑得出来 只是说 实在效率太差了 虽然跑完OK呢 看起来应该是OK的 Ctrl向下 也剩下大概2034 可是问题 这种效率实在是不OK 所以后来 我就想了一个方式 如果说你要增加效率的话 我一样 再把这个删掉一下 再复制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式 应该就是说 让他重新排序 因为我只要 比如说我按照 这个来排序 或按照这个来排序 反正这两栏 底下都有资料 那如果说 没资料的话 他理论上会排在 如果要让他排在下面的话 那我只要把游标放在C1好了 然后找到资料里面的那个z到a 那所谓的z到a 就是说 空的一定是排在最下面 A 如果是 等于是最小嘛 所以他是排在最下面 那我把他z到a一下 ok c1z到a 好 那你会发现 z到a之后的排序 那我再把它ctrl向下 你会发现 他ctrl向下之后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 出现 有没有 如果我以特别号 当成是 我排序的依据 那你会发现 向下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把 从 追踪到的下一列 到 这个的 ctrl向下这个地方的 全部列 一次删掉 相对效率会快很多 那可是 所以 那可是问题要怎么样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所以有第2个我们要 解决的就是效率问题 所以刚刚 延续讲了两段程式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第2段程式可能有效率问题 ok 那这个部分请各位踹踹看 第1个是说呢 先把那个 原来的 那个日期 这个日期本来不对 把它改一下 ok 把下面这个复制上去 第2个就是删除 就是如果里面是空的 删掉 但效率太差 我们改成 排完序之后再删 试一下